为了保证洛杉矶的河道不会因为冬季大雨冲刷出大量垃圾而阻塞河道 台湾人联合基金会和优社连续14年组织南加州的华人 4月27号要一起动手来清洁河道垃圾守护家园卫生 优社主席潘菊慧表示 联手台湾人联合基金会组织民众参加 义务清理洛杉矶河道的活动 今年主要任领710公路旁的一段河道 且经过14年的清理这里已经变得非常干净 这都要感谢华人社区默默付出 也得到了当地民众的肯定 而今年清理河道的时间为4月27日 周六早上9点至中午12点 欢迎大小朋友一起来响应环保爱地球 东森新闻杨平俊在洛杉矶的参谱岛